绿头鸭若不经风 竟被一阵黑风吹倒再起不能 慢镜头才发现有损才是真凶 这只绿头鸭正趴着休息 谁曾想或从天降瞬间倒地 等一切结束快如疾风的有损 才不紧不慢地过来 享用自己的猎物 有损究竟为何能飞得这么快 这都要归功于 在漫长进化过程中 它进化出的一身顶级装备 连人类的战机都有借鉴它的特点 且听我为你分析 它都有哪些装备 首先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有损的体型不大 也就是和绿头鸭差不多大小 是典型的中型猛禽 体长最小只有30厘米 最大能长到60厘米 身体比之大型猛禽小了不少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也是它的身体 为适应高速飞行 所进化出的最合适的大小 虽然体型不大 但翅膀的长度却不小 最大能长到120厘米 几乎是自身身长的两倍 而这宽大的双翅就是 它进化而来的顶级装备 翅膀上特殊的羽毛 极大减小了油损 飞行中的空气阻力 让它的飞行速度 最快可以达到 每小时140千米 要知道陆地上奔跑速度 最快的动物猎宝 也不过才能达到 每小时120千米 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飞行速度 极大的提高了它的捕猎成功率 而这第二件装备 则是它锐利的鹰眼 惊人的动态势力 让油损在高速飞行中 依然能精准 锁定目标俯冲 用它锋利的力爪 给猎物致命一击 为了保护这神奇的鹰眼 它的眼部比其他鸟妹 多了一层名为顺魔的眼睛 让它能在高速飞行中 避免被杂物击伤眼睛 它的最后一件装备 则是在鼻孔外生长的一个锥体 让空气可以在飞行过程中 在体内流通减小飞行压力 让它突破自身极限 速度在上一层楼 正是这些顶级装备 让它在鸟界无往不利 连一些大型猛禽 都不是它的对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小小有损为何能 成为无数鸟类的噩梦 一旦加速箭矢都望尘莫及 我们都知道有损 拥有的一身黑科技装备 让它在飞行界小有名气 据说早期的喷气式飞机 和现代美国的B-2轰炸机 都有借鉴它的身体特等 它不仅是世界上 飞得最快的鸟类 还是俯冲最快的鸟类 它常常从千米的高空 锁定猎物后直接调整 姿势俯冲而下 宛如黑色子弹直击目标 速度更是能达到 轻人的300千米每小时 一身特殊净化的钢筋铁骨 让它能够承受俯冲时重大 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让人类中最优秀的飞行员 也自愧不如 这也让它成为各种 小型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死神 野鸭野兔都在它的食谱上 而大型鸟类遇见它 也不敢轻视 总是远远避开 然而即使这样 有些猛禽好端端的 飞在半空中 也不知道怎么招来了 暴脾气的游损主动进攻 其实游损是领地意识极强的生物 任何可能对它们 造成威胁的猛禽和大型鸟类 进入它们的领地 都会遭到它们的强势进攻 直到被驱逐出它们的领地 比如这只倒霉的猫头鹰 误入游损领地后 就遭到了游损 鹰爪的凌空飞扑 打掉了好几根羽毛 这只大型水鸟 在迁徙途中路过游损领地 也被游损咽过拔毛 抛了一爪子毛才得以离去 就算是面对体型式 自身数倍的猛禽之王金雕 游损也毫不退让 利用自身的速度 和游击战术与其缠斗 2014年 就有摄影师拍到 一对游损夫妇 为保护刚出生的幼年 通过车轮战的方式 把进入领地的金雕击落 直到金雕灰溜溜的 非离领地范围才罢休 你们觉得接下来这位 能和游损碰一碰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花果山的猴子 也只是它的食物 天生自带皇冠 石原雕到底有多凶残 它是菲律宾国鸟 被人称为世界上 最凶猛的猛禽 菲律宾群岛 是石原雕的主要栖息地 它常年统治当地热带雨林 让猴群闻风丧板 是丛林中的顶尖掠视者 顾名思义石原雕 主要以猿猴为食 平日里在高处的枝头巡视 丛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它视力极佳的 一双鹰眼 作为大型猛禽 它的平均体长 约为一米一盏超过两米 但也发现过体型更大的个体 宽大有力的双翼 让它们可以从很远的地 带着捕获的猎物 飞回到安全的巢穴享用 强健的双腿 能牢牢控制挣扎的猎物 锋利的鹰爪 能刺穿猎物的头 将猎物瞬间杀死 当石原雕发现一个猴群后 它会故意制造出动静惊散猴群 在四处逃窜的猴群中 挑选动作缓慢的个体 深褐色的羽毛帮助它们 在枝叶茂密的丛林角落 悄无声息地潜伏着 逐合空气动力学的身体构造 让它们急速接近选中的猎物 而这只可怜的猴子 最后看到的画面 就是一片深色的阴影 石原雕会将力掌 刺入猴子的头部 迅速结束它的痛苦 当然这只是理想情况 其实石原雕的捕猎成功率并不高 十次捕猎往往 只能成功一两次 毕竟灵活的猴子 同样有着茂密的枝叉掩护 见识不妙在树枝上辗转藤魔 滑溜地让石原雕无从下降 石原雕最有特点的 当属它头部后面 长长的羽毛 平时紧贴头皮 犹如潇洒的长发 愤怒时就会怒发冲冠 好似威严的王冠 让头部像炸毛的毛犬 平添一丝萌雾的气息 可就是这样 可蒙可凶残的石原雕 也被人类逼到了绝境 菲律宾群岛的森林资源 被大肆开采 让热带雨林面积萎缩 栖息地被毁让石原雕的数量骤降 现存的石原雕仅剩数百只 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 屏幕前的你喜欢这样的石原雕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